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10月30日 周四凌晨 德国杯第二圈迎来一场好戏 拜仁将做客对阵米恩斯 届时M直播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拜仁上轮联赛五球大胜找回强势 而且哈利卡尼也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获得殊荣 球队如今士气高涨 此番面对无心恋战的米恩斯 拜仁拿下对手轻而易举 米恩斯目前联赛形势不容乐观 他们上轮联赛以一比一打和慕逊加薄 从而开局前八轮联赛仅得二胜三和三负的劣迹 并且手握九分在降班区附近徘徊 正因如此 米恩斯在联赛开局不顺的情况下 他们预计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全力挽回失地 避免过早要为户籍而战 换言之 米恩斯金仗出战德国杯明显战役不足 他们大有可能战略性放弃 毕竟联赛才是重中之重 值得一提的是 米恩斯在德国杯第一圈 凭借庄拿分贝卡特和拿迪安阿美尼的加实入球 最终艰难战胜低组别球队维恩 可见其晋级过程相当不易 考虑到米恩斯如今战役不足的情况下出战德国杯 因此他们金仗需要打定输数 阵容方面 后卫安达斯汉之奥陈和前锋庄拿分贝卡特 均因伤修战 拜人上轮联赛找回胜利感觉 他们凭借米高奥利斯 查姆梅斯亚拿 哈利卡尼 历来辛尼和精实力高文各建一工 最终以5比0大胜波琴 球队不仅一扫欧贯联大败给八赛的闷气之外 目前也以六胜二合的不败战绩领跑得甲积分榜 更加可喜的是 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 哈利卡尼与基利安麦巴比共同夺得梅达奖 年度最佳前锋 这让这位拜人射手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 而今仗出战德国杯 哈利卡尼在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情况下 他开启杀神模式 大开杀戒并不出奇 值得一提的是 拜人过去三次与米恩斯在德国杯相遇 结果拜人取得全胜佳计 当中得失球比位十比二 此番再战手下 拜将米恩斯 拜人取胜 易如反掌 阵容方面 后卫伊藤杨辉和中场阿里山大伯夫洛玉等人 殷商必战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 лох一 pelig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